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7月30号星期二 7月份马上就要到头了 8月份就在眼前 就在这个月末的时候 我们不由的心头产生了感激之情 为什么要感谢这么几个人 第一当然就是习主席 没有习主席 没有他一天能干掉前后两个国防部长 我们哪有的这么多事情可聊 生活极其的无趣 你看他们一折腾 就觉得世界充满了乐趣 世界充满了故事 还要感谢川普总统 演讲造势选举挨抢子 没有这种事 美国的政治也是乏善可陈 更关键的是比他挨抢子 还有趣的是什么 是没过几天大家都忘了 你说现在美国的媒体上周围的这些朋友选民 谁还记得川普被挨过抢子 甚至过几天一提起来就说瞎说什么呢 什么抢子根本没有的事 所以这几天哈里斯的支持率在关键的摇摆州 比如说宾州已经超过了川普 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按照人预想的发展的 他有他自己发展规律 除了感谢川普感谢习主席 今天我们要感谢另外一位毛书记 不是毛主席 是毛书记 毛书记这两天成了知名人物 他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 大家讨论的热度 兴趣已经超过了习主席和川普 毛齐书记是谁呢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的县委书记 他成为新闻人物 是因为他们县了一位退休老教师李长柳 从上个星期四就是25号开始 在网上上传视频 实际上大部分是音频了 实名举报毛书记长期利用职权 对他的女儿李佩霞进行精神控制 并强制猥亵性侵 李佩霞是这个县上访乡原党委书记 李长柳在视频里面说 李佩霞在5月23号与毛某发生争执以后 声称要去省纪委监委举报毛书记 三天以后书记没有被举报 李佩霞却被万年县纪委监委带走 并留置至今 无法对外发声 人消失了 上饶市纪委监委 微信公众号6月17号 曾经发布李佩霞被查的消息 说万年县上访乡党委书记李佩霞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目前正在接受万年县纪委县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你看他们发的这个东西 都是按照中纪委的模板套的 但实际上这里边的事 很可能大不一样 大不一样 这里面之所以值得聊 就是因为李佩霞在临走之前给他的老爸 注意他老爸不是他老公 留下一个优盘 优盘里面有八段录音 里面有被毛旗性侵的证据 这个录音我也听了几段 我去那简直就是日本AVE那个声音 非常的专业 也非常的真实 这也说明李佩霞是个有胆有识的轻女子 因为这样的工具证据公布出来以后 不只是对毛旗不利 对他自己也不利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怎么说呢 其中一段是李佩霞在毛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时候 在毛毛要求下发生关系 录音还有两段 是毛毛两次打电话给李佩霞 要求李佩霞半夜去毛的住所聊天喝茶 而且里面好多用词非常的生猛 什么say你 我要say你 怎么怎么样 李佩霞也说 我身体不好 等我去县城看好了病 你爱咋地咋地 咱也不知道毛书记 是不是跟咱们毛委员毛主席似的 有些特别的嗜好 怎么整两下就给人家整伤了 整伤了 不明白 其实毛主席很厉害 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真实的细节 毛主席的床 一边高一边低 不是床头床尾 是床两侧一边高一边低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毛主席自己有特别的性嗜好 他喜欢玩观音坐连那一招 这是为什么他要把床的一边往上翘 那是中央的一个老领导给我讲的秘密 我为了求证 我还去武汉 武汉市武昌区的毛主席故居叫梅岭一号 梅岭一号 我去那时候特别注意了床 里面毛主席住过的 哇塞真的是真的是一边高一边低 所以毛主席和毛主席都是一脉相承 一脉相承 那都不是一般的人物 也都有共同的理想 就是把祖国建设好 也都有共同的爱好 就是工作累了 要耍一耍 这个都是官职常情 党员职常情 那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最新的进展是 7月26号 江西省纪委监委网站发消息了 万年县委书记毛旗涉嫌严重违旧有法 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目前正在接受省纪委监委的相关审查和监察调查 那还有一些说法 说这个李配侠人已经没了 但是这个消息 上饶市委网信办已经确认 这个消息是谣言 李配侠人还在 人还在 但是是什么状态不知道 至少还没有放出来 至少还没有放出来 那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规律 特别有意思 就是不管是举报者李配侠 还是被举报者毛旗 他们都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你看特别主动 觉悟特别高 为什么 这种事情 你只要是在网上报出来了 成为了公共事件 就谁也盖不住了 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以被动为主动 赶紧向组织承认交代问题 你看像王书记 你主动一点 没准组织上看你态度好 对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给你降级使用 你不是县党委 你不是县党委县书记吗 给你放到某县 或者放到县的县的某局 当个普通的客员 不开除你公职 这些都是可能的 那总比回头给你弄个彻底回头土脸要强 那李配侠至今还没有释放 在舆论这么大的公事面前 群情积分面前 江西省方面仍然没有放李配侠 这说明李配侠本身 至少在党纪国法方面 也不是洁白无暇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那特别是 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 特别有意思 什么背景呢 就在刚刚结束的万年县政协 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选举上 有这么几位当选了 胡霞涓 全票当选为 政协万年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的副主席 胡霞涓 娟子当上政协副主席了 我去这级别不低 江娇 聂敏惠 草美娇 曾璐平 当选为政协万年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政协常委都进去了 你看全是女生 大家看看这个名字 什么娟 娇 惠 威 娇 娇 平 都他妈进了政协了 成了领导了 只有我们李配侠 侠子 他落马了 他没有进去 政协这一届 相关的名单 这也是印证了这个问题的 关键是 毛书记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糖衣炮弹 他吃进去了 但是他把糖衣吃下来 他把炮弹吐出来 就是他坚决不帮助李配侠 进入政协的企图 所以你看他们来通话里面 李配侠不老说吗 你要推荐我 他说我会推荐你的 我会推荐你的 但结果没推荐 那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 他没这个能力 他没这个能力 那 这个娟子 娇的 惠 娇 平 这几位 肯定都是被别的老领导 睡过了 当然也可能包括 毛奇本人 关键是名额有限 在他所有的这些里面 跟他配合度最高的 什么姿势都可以来 什么体位都可以上的 人家表现都比李配侠强 所以毛书记没有理由拒绝 刚才说已经进了政协常委 或者当省委政协副主席的这几位 最后只好忍痛隔暗 就不让李配侠上 但结果李配侠就先桌子了 说好了你推荐我 结果你又不推荐 他就拿这事要请毛书记 要向县委纪委监察委去举报 毛当然先下手回墙 先通知了县里的纪检有关部门 说先把李配侠给我控制起来 因为他要乱说要胡来 万万没想到 这个事最后还是因为录音 导致成为了一个焦点的公共事件 导致毛书记这一次也要落水 这个事情说实话 既值得了又不值得了 为什么说值得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观众朋友的喜好 碰上这种事都眼睛发亮 耳朵发直 就想听听怎么回事 说不值得了 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北大的博士 社会学的叫冯君奇 冯君奇 冯君奇在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 他在南方日报写了篇文章 同时他也有一篇博士论文 写的是什么呢 他是北大的吗 他去地方挂职是哪呢 是河南的新野县 是个小县城 结果他就把这篇文章写成了什么 小县城冒号用生殖器串联的政治家族 因为新野县和今天的万年县都是一样 都是中国这种基层小县城政治的一个缩影 一个缩影 这个冯信奇把这玩意搞成了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2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新野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他从北大被中央或者省里派到新野挂职县长助理 这种挂职的事很普通 我也认识很多人去地方挂职 通常挂职的人都是在地方上担任个副职管个文教卫生 管一个清汤寡水的事 但是都是惦记着一年以后就回北京继续升迁 因为你要去别的部门升职 这个中组部现在有规定 你一定要有基层的工作经验 哪儿最基层 当然就是县里了 你北大清华 你也不好意思给他派乡里去 是吧 一般都是挂职县长 那这个冯君奇不是一般的挂职干部 他深度访谈了在新野县的数百名官员 写下了20万字的学士论文 叫中线干部 就是中等县城 中线干部 那这篇论文太轰动了 有多轰动你知道吗 在南方中博发表以后 那河南方面很快就知道了 北大博士写了这么个东西 还有个博士论文 那河南的新野的宣传部长连夜就赶到北京 哀求逢君奇 哎呀拜托冯县长 你千万不要发表这个文章 我现在就已经电话被打爆了 县城里的这些政治家族天天给我打电话 因为你把这个事蹬出来 就要了血命了 就要了他奶奶的命了 那为什么这么可怕 就是因为新野和这种 刚才说的万年县一样 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其他小县城也一样 是什么呢 就是家族联姻生殖器制限 那在新野县 富科级以上的干部过了一千 但是这一千人里面 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家族就有160一家 其中产生五个以上富科级以上的大家族 21家五个以下两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 这意味着 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是家族势力 还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他们互相买官卖官互相中饱私囊 互相把政治权力这个公器变成了私人家族的私器 已经公开到了特别猖狂的地步 你比如说某区的区委书记想提拔自己儿子 不好意思在本区提拔是吧 那就把他交换到另外一个区 另外一个区就投桃报李 他在这个区就提拔另外一个区的区长的女儿 就一个人的提拔 这些组织部宣传部有关部门都配合做一些表面文章 让他们尽快的提拔 那冯军奇他本身就是河南人 当年他去新野为了调查清楚这个事 他每天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 他是非县长吗 但是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主动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的时候 冯军奇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台资料 访台对象里面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 161个党政一把手 哎呀我去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太轰动了 那二十几万字的论文 咱们不能在油管节目里给大家说的特别利落 举一个例子 新野县21个政治大家族里面 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 叫张太康 原来是新野县的组织部长 你看干组织的 那后来干政协主席 那他看看他家的情绪 他有8个子女 儿子任南洋海关的官长 大女婿是南洋市的旅游局长 二女婿是南洋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 四女婿是晚城区的局长 他妹妹的儿子 他的外甥是南洋市急救中心的主任 儿媳是晚城区工商局的副局长 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担任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 大女婿的父亲就是他的亲家 当了新野县承关镇的教育组长 妹妹是新野县议委副书记 这就是一个县组织部长 他就能把自己8个子女 还有他的亲家 还有其他的亲戚 能安排出来这种德行 所以你说普通人 你在这种小县城 你有什么发展的前景 一丁点都没有 平民出身的 没有什么背景的人 到了这种县城怎么办 逢君旗通过大数据 通过考察观察得出的规律是 普通干部由古籍到妇科需要8年 从妇科到政科需要3年 从政科到妇处需要7年 从妇处到政处需要7年 这也就是说你22岁大学毕业 30岁成为妇科 33岁成为政科 40岁成为妇处 47岁成为政处 然后在政处岗位上盖几年就退休了 只有极其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 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的历程 他提到了 如果在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 屈指可数 屈指可数 你没有背景的话 比如说你就83年参加工作 你用20多年时间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 但是同一时间 政治家族的子弟早已经成为副处 进入了当地的领导核心 中国有个词叫县处级 副处级就可以当副县长 拜托 所以毛书记 毛琪也最多是个正处 这个正处 在北京上海都不算什么 在北京 我曾经参与过人民大学和社会科学院联合搞的一个调查 调查什么呢 北京的处长多还是处女多 最后通过调查问卷得出的结论是 北京的处女还不如北京的处长多 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有问卷调查作为基础的 所以你普通的干部就算你是天重奇才 就算你是985211毕业的 每次干部调整 你可能都被列入提拔的名单 但是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你 一开始领导会安慰你说你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后来就耍流氓 拿什么做借口 说各方面都好 就是群众基础不够 那意思是啥 什么群众基础不够 就是说你没有背景 你要花钱跑官才能够调整职务 如果你是女生 你就要向万年线提拔的这些女政协委员 女进协常委 女政协副主席一样 要主动投开送报 不要让毛主席 毛委员 毛书记 半夜给你打电话 让你去 你还扭扭捏捏 你要主动给他打电话 说毛书记今天晚上干啥呢 累了吧 我陪陪你去吧 只有这样才游戏 不这样就彻底没起 那中国的社会 现在就成了这样 税的级别不同 待遇也不一样 这个毛书记 万年线的毛书记属于例外 我看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帖子 说什么呢 说导演说 跟我睡 我就让你演女一号 银行领导说 跟我睡 我就给你贷款 医院领导说 跟我睡 我就给你加急高干病房 学校领导说 跟我睡 我就给你放到重点班 局领导说 跟我睡 我就把工程交给你 你去干 县书记说 跟我睡 我就让你做乡书记 大学导师博导说 跟我睡 我就让你演女生顺利毕业 农民工说 跟我睡 我给你200块钱 结果 只有农民工涉嫌违法 被行政拘留15天 其余的人都没事 现在中国基本上 就已经确实成了这个样子 这次通过听李佩霞和毛书记的电话录音 真的是长学问 也长知识 你看毛书记让李佩霞来陪我 李佩霞不来 毛书记说你为啥不来 李佩霞说出了失破天津的6个字 我怕你忍不住 现在网友也很过分 网上开始竞拍 说上联 我怕你忍不住 下联是啥 大家对对下联 我也欢迎我的节目的朋友 你在节目下方 对一对 这个对子 我怕你忍不住 怎么对 有人说上联 我怕你忍不住 下联 你洗我放得开 我觉得一般 一般文采还不够 文采还不够 还有说 我怕你忍不住 下联 你怕我太坚强 我觉得还凑合 上联 我怕你忍不住 下联 你爱我就张开 这个不行 这个太low了 还有 我怕你忍不住 下联是什么的 你怕我受不了 横批日后提拔 我觉得这还行 我怕你忍不住 你怕我受不了 这个还行 我觉得 还有比较精彩的是什么 我怕你忍不住 你恐怕对不准 我去 这什么意思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真实的看懂 毛书记肯定也和新野县城的那些领导一样 凭的是什么 家族势力 凭的是各种各样的暗条涌动之间的关系 才能搞得定这些 当然他个人的水平 据说也有一些 因为在县委当干事的时候 一直以低调 以温比快 动手写的好写的快 助成 所以领导也有人看重他 所以你看年龄年轻轻的就就搞得快吗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啊 没有人知道毛奇的家里是谁啊 他的老婆是谁 孩子多大 这一般情况下在县城这个级别的也不多见啊 出现这种情况只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毛奇的家庭不合后院起火 否则你看他睡这么多女政协常委和委员 按照那个央视照式的说法 那一天换一个那一年才能轮几轮啊 体力好那没办法啊 那另外为什么啊 李佩霞的老公不出面举报啊 而是李佩霞交给了自己的 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来干这个事呢 这也是小县城这个文化里面最有特色的一点啊 叫什么呢 有些官员啊特别是职位比较低也没什么路子的官员啊 他自己啊主动去戴绿帽子啊 来换得自己的升迁或者职位的保全啊 你看像李佩霞的老公这种角色到现在啊 也敲不声的不言语啊 无非就是怕得罪了毛书记啊 日后无法提拔啊 甚至保不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啊 这种情况只能有这种解释 否则你说为什么李佩霞不把这个事交给他老公 而且找给他爸去干这事呢啊 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三个字叫潜规则啊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服从这些潜规则 在小县城里尤其如此啊 尤其如此 那原来这个网易的总编辑啊 原来这个中情报的那个著名的啊 写手叫李芳啊 李芳他写过一篇文章啊 当年引起很大的轰动 就说什么呢啊 就是说穷人的孩子没有背景的孩子 你还是得在北上广混啊 你怎么能离开北上广呢 因为北上广当然了 你中南海有人当然牛逼 但是对绝大部分外来的青年移民来讲 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让你去施展 如果啊 你在北京 因为生活困难 你混不下去了 说干脆我他妈回新野啊 回县城跟我爸混去 拜托 除非你爸是县长县委书记 除非你爸是毛书记 你在那种地方 除了拼爹没有第二条出路啊 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北上广深打拼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 我对这个观点啊 极其赞同 今天这个新野 直伴这个这个万年线这个故事 更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万年线这个事情啊 你怎么看啊 特别是李贝霞他现在还没放出来啊 你怎么看啊 精彩的留言 我们会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7月28号星期天 虽然是周末 但是国际局势瞬息万骗 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外交官 都在加班加点 都在马不停蹄 互相挖坑 互相使叛的 我们看到在柬埔寨的万象 刚刚东盟的会议结束 王毅外长在会上又在敲打美国 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 美国在那里直手画脚 煽风点火是造成今天局势 不太稳定的关键原因 他还号召东盟的国家要抵抗外部压力 有事找我老大 中国在这儿呢 不要让美国外部势力介入到亚洲 尤其是东盟的事务里面 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没有什么新意 布林肯和他也见面了 谈了一个半小时 据美国和中方的媒体都说 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一次会谈 这些都是套话 我们给大家来点猛的 来点夯的 什么呢 布林肯离开万象以后 跟王毅拜拜 结果就到了日本的东京 加入他的是谁呢 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双方在日本和日本外象上川阳子 还有防卫象 牧原人 这个字念人 一个盒子旁加个念 念人 人在中国的诗经里面 中国的古典词词里面 是庄稼熟了的意思 现在日本人太有文化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很多字不查是不敢念的 差点念成牧原念 实际上叫牧原人 那这怎么样 就是二加二 就是美国的国务清加国防部长 加上日本的外象加防卫象 二加二会谈 主要目标就是要加强美日的军事合作 对抗中国 奥斯丁马上发了个推特 我也看到了 他说我很高兴来到日本参加2024年美日二加二会议 我们的联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他还说官员们 就是指美日两国的官员 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 让美日指挥和控制机构 包括驻日美军的指挥体系 实现现代化 怎么个现代化 那就是美日双方确认将设立新的美军指挥中心 并在日本增加美国授权的导弹生产 生产啥呢 主要是空对空以及地对空 爱国者导弹 爱国者防御系统 那日本也是计划在明年3月 为他的武装部队设立新的联合指挥中心 美方也将设立新的指挥中心 所以双方都一步一趋一块搞 奥斯丁把这一次的二加二会谈啊 称为美日联盟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那在中国的这个在在美国这个新的啊 在日本设立的指挥中心啊 将会有一名三星上将 应该是中将三星中将指挥官领导 原来驻日的美军啊 大家知道吗 谁指挥 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啊 印太司令部 但是为了以防不测 为了在台海以及南海发生不测的时候 美军能够有更大的自主权 他们现在把指挥的重心前移 移到日本本土 驻日的美军自己就有很大的机动能力 也有很多的权利啊 他随之也把这个指挥官啊 给他升级了 原来在东京也有指挥官 主要职能啊 有点像管后勤的啊 管理这个基地 军事上 他说了不算 现在不一样了啊 美国计划部署更高级别的官员 以简化和改善 与日本这个盟友的合作效率啊 在这次的二加二会谈上 美日 四名代表 抨击了北京在南海的破坏稳定行动 以后啊 不是我的观点 是他们说的 破坏稳定行动 并且谴责了俄罗斯 与中国和朝鲜 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 奥斯汀啊 在讲话里面说 中国在东海南海 台湾周边 以及整个地区 采取的胁迫行为 试图改变该地区的现状 他当然还重点指出 前段时间 俄罗斯的普京跑到朝鲜 和金三胖 推背换展 拥抱加亲吻 这里面啊 最重要的是 朝鲜的合计化 可能会得到俄罗斯 大力的支持 这一点啊 也让地区安全 就更不稳定了 说实话 中国和美国有核武器啊 大家都比较放心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谁都不敢轻易动 但怕的就是 那种肆无忌惮的流氓 比如说俄罗斯已经多次威胁 要在俄国战争里面使用中型小型的核武器 那朝鲜他别的没有 他吓唬人的本事是有的 一旦朝鲜具备了核能力 那整个朝鲜半岛 整个啊 西太平洋 就会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战争 甚至是核战争的阴影之中 当然美日的代表还提到了 中国在海上资源开发和别的国家产生的矛盾 我认为这里主要是指菲律宾 他们指责中国危险使用海警和海上的民兵船只 也对北京持续却迅速发展核武库表示担忧 说中国没有通明度 那中国啊 目前拒绝承认有进一步发展核武的这个意图 当然王毅在万象的会议上也反驳了美国说 中国在支持俄罗斯进行俄国战争 这没有 我们中国啊 一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从来就是光明正大 没有什么好之好眼的啊 一概否认 那这一次的二加二会议啊 非常重要 这也是标志着 日本逐渐摆脱他的和平主义立场 这个和平主义立场来自哪里 来自二战以后的战后结局 就是他的军事 由美国啊 给他承包了 自己不要搞 搞也仅限于防御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要逐渐的转向 更多的国际参与 更多的透明度 更多的主动性 甚至在美国的支持下 获得反击的能力 你看这次不是美方 要给这个日本提供啊 生产啊 爱国者导弹这方面的合作吗 那是不是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啊 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啊 提到的这个文章就是 一旦台海发生不测 南海发生不测 武器的先进性啊 信息系统情报系统的有效性 是大家关心的重点啊 也是日本最最最最需要的啊 不用说别的了 就是俄乌战争 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大的体量 原来以为就是大鱼吃小鱼 一口就把乌克兰给吃下去了 但是对不起 没吃动 到现在 乌克兰还是挺着啊 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样 一个是欧美提供的武器 再一个就是他强大的啊 这个情报的支持啊 这两点就让乌克兰啊 挺住了 那么日本韩国在这个区域也想一旦发生不测 他们要有美国要顶得上来的这种支持啊 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如意算盘 那你说啊 布林肯和奥斯汀 第二不第二的跑到大罗远跑到日本去开这个会啊 他有几层意义 第一啊 常规上来说这个会也就是定期举行的 虽然定期举行 但这次就特别意义 因为什么 除了外部因素 就是俄罗斯和朝鲜勾肩搭背 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 虽然表面不承认 但大家地球人都知道 没有中国俄罗斯早败了 除了这个外部因素以外 更重要的当然就是美国的国内因素 因为就在五六天之前 上个星期天 拜登总统宣布他不再寻求连任 这意味着 美国将在明年一月份迎来一位新领导人 最有可能就是现任总统哈里斯 或者是拜登的前任川普 因此 各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新总统 将如何对待外交政策 和美国的联盟关系 有太多的疑问 事实上大家对哈里斯 知之甚少 他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他肯定会延续拜登的外交政策 因为他和拜登是一体的 那这样的话 在亚洲和欧洲 这些政策的重点 就会是继续加强同盟关系 在欧洲当然就是北约 在亚洲当然就是跨特 以及各种各样的 这种联盟机构 这一点上拜登做的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还是其他国家的官员 大家最担心的是川普再次掌权 因为什么 他会带来特别多的不确定性 甚至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比如说日本韩国 比如说美国 这次他为什么这么谈 就是要赶紧敲定 可以说提前布局 就算是将来万一川普再上了台 他也不能轻易改变 在印太地区的已经形成的这么一个战略格局 那他会不会改变呢 很可能 就像他当年川普攻击北约 说你得交钱 你不交钱的话 俄罗斯如果进攻你 我不管 一个大国的领袖 北约的台柱子 何欣竟然说出这种街头流氓 才讲出来的话来 悍然要挟 虽然难听 但是他好用 很多话就是难听 但好用 北约下了要命 很多国家赶紧提高给北约的 应该交了这个份钱 但问题的关键是 川普很可能真的干得出来 那在亚洲也是一样 你看他前两天威胁台湾 说台湾 你把我们美国的芯片产业抢走了 地球人都知道 你得交保护费 你得给我交钱 这就是川普 任何事情 他都当成生意 如果比谁交钱交多的话 习近平肯定一咬牙 1万亿美元 他也敢给川普 对吧 通过关税 通过各种贸易 通过投资 都可以给 台湾 哪比得上中国有钱 对吧 那不是一个量级 所以这也给人感觉 川普一旦上台以后 哎呀 台湾 可能会像当年 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首歌 叫亚西亚的孤儿 亚西亚的孤儿 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庞 有黑色的回忆 这首歌就是这么唱的 亚西亚的孤儿 面黄肌瘦 无人管 就是他妈亚洲版的 卖火柴的小男孩 台湾 情况不妙 同样 对于日本韩国来说 川普说扔了他们 就扔了他们 除非你交钱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上 这些比较老派的政治家 外交家 像布林肯 奥斯汀 得赶紧的来亚洲布局 先下手为强 把这个格局定下来 让川普就算上了台 也难以改变 既然我们提到了俄乌战争 也给大家讲 最新俄乌战争里面 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涉及到香港 乌克兰外长 库列巴 刚刚在广州和王毅 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谈得很透彻 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 香港作为高度发达的自由经济体 乌克兰希望香港不要被俄罗斯 和俄罗斯的企业当成规避西方制裁 暗中支援俄罗斯的透露一幕 不要在里面扮演这个角色 那香港特首李家超回应了 说港府履行并严格实施联合国安理会 已经通过了相关制裁决议 就是相关企业不会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 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呢 香港早就不是香港人的香港了 香港也不是李家超的香港 李家超知道个屁 那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公布了相关的数据 香港和中国大陆 尤其是香港 在俄罗斯采贡军用材料 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部件等 重要的全球节点 香港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节点了 纽约时报这个星期也报道了 俄罗斯获取了近40亿美元的 受限的芯片 其中很多都是香港空壳公司运送的 另外一个香港自由基金会 星期一7月22号也发表报告 说香港向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出口了受限制的商品 所以虽然李家超 冠军他慌的说 没关系我们香港讲法制 我们履行严格实施联合管理会制裁的决议 任何行动都会遵守法律 香港法律 问题的关键是 香港在前些年已经被大陆布局渗透的太厉害了 李家超就是个傀儡 就是个相公 他根本就不知道 难道中国的这些大国企说白了 中国的保利集团 中国的北方工业集团 这些都是搞军火有了名的 对吧 一个是邓家的 另外一个也是 都是中央领导的直系亲属搞的 他怎么在香港做生意 你李家超知道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连问都不敢问 更何况 香港实际上现在已经重新发挥了 当年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抗美援朝的时候怎么办 美方也封锁吗 但是香港的很多公司 大引号的爱国华侨 爱国华商 像霍云东这样的 千方百计突破美国的封锁 给祖国大陆 给深圳河那边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 包括黄金 包括医药 包括绷带 包括粮食 包括情报信息 香港当年就是支持中国的桥头堡 反美 现在又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那就是抗美援俄 抗污援俄 香港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那李家超这么表态 可能不一定顶用 因为俄国战争不能再拖下去了 美国和欧洲 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制裁的措施 制裁中国可能有点难 因为中国好多公司 他比如说就银行 除了这几大行 有国际业务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破烂 二三线城市的银行 这些银行很多时候 美国是查不到 也不能制裁的 但是受死了骆驼并马大 香港的这些银行 香港的这些公司 只要美国想制裁 那是有办法的 所以慢慢的 香港很可能 也会被美国纳入制裁的核心 这样的话 对香港的经济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最近我一些朋友去香港 觉得香港真的不再是过去的香港 贼贵吃个鱼玩 吃个什么东西 动不动三四十港币 香港老百姓对大陆人听广东话 那种厌恶敢动不敢言 人家都写在眼里写在嘴里 明显看出来对大陆仍然很敌视 香港已经绝对不再是过去的香港了 所以再加上国际局势 这么瞬息万变 随时可能成为一个 受害者随时可能成为一个 这个待罪的羔羊 那香港的局势一点都不乐观 那说这些有没有真材实料呢 有 路途社查阅了海关记录 显示去年8月到12月期间 香港的发货人 在中国大陆台湾 土耳其 泰国 塞尔亚和阿兰球等地进行交易后 通过香港把价值1760万美元的 英伟达产品运往了俄罗斯 英伟达很紧张 赶紧发声明 说我们公司从2022年3月开始 已经停止向俄罗斯销售相关产品 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供货商 客户 经销商 遵守所有的适用的美国法律 所以英伟达这些公司 说白了 哪敢得罪美国 得罪了美国的法律 你就死悄悄 管你是什么公司 对不对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 香港我觉得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瞧 中国国内的消息 我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里面 上海的多不多 如果上海的观众在 麻烦你给我们留个言 听说上海知名的 这个梅龙镇广场歇业了 上半年中国有7000家煤电 关门 涵盖上百个企业 那6月底的时候 上海梅龙镇广场 这个仪式单百货已经终止停业 因为租约到期了 当时大家觉得没关系 就是一个品牌 这个到期了 没想到两个月以后 整个梅龙镇广场 穿出歇业 我看这个有媒体打电话给商场的时候 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 非常有政治意识 非常的会说话 他说从今年8月1号开始 除了美国领事馆以外 其他的都歇业 那你这是夸美国呢 还是损中国呢 什么叫除了美国领事馆以外 其他都歇业 你就说歇业不就行了吗 因为美国领事馆又不是什么商业机构 对吧 那么这次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龙头 普通的零售商业 最繁华的地方 上海 也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动能已经失去 老百姓消费不振的这样一个现象 还有上海的朋友告诉我 说现在的南京路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南京路以前是摩肩解踪 是人山人海 他说上海南京路有一个质地广场 2022年底也关门了 淮海路也没有钱这么多了 尤其是没有什么外国人了 所以现在商场人越来越少 有点冷冷清清的 这一点咱也不知道 所以请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 给我们指点一下 带来最新的信息 是不是上海真的出现了消费急剧下滑的情况 那这一点恐怕一时半会儿 难以得到缓解 为什么 众目睽睽之下 万众期待的三中全会开完了 只有空话套话 只有目标 没给具体措施 以前我一个老人跟我说 只说目标不给解决方案的这些说法 都是耍流氓 那三中全会开了个寂寞 大家也不知道你这个经济到底怎么办 那上一星期央行急了 一口气两次下调利率 一切是LPR就是基准利率 这是指银行向企业和家庭提供最优惠利率的基准降低了 他们试图通过这个方式刺激经济活动再次活跃起来 目前没有见到效果 结果 这个不做效以后 马上央行又在好像是上周四吧 又把金融机构中期贷款MLF利率 利率从2.5%下调到了2.3% 只调了0.2% 当然了 这也是2020年4月以来这个利率的最大降幅 为什么说急了 因为央行通常在每月15号公布中期贷款利率 7月中旬央行才把利率维持在2.5% 现在赶紧降降到了2.3% 这些货币政策的调整 都是想通过金融手段 刺激经济 刺激企业来贷款 刺激公众去消费 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的效果 到上个周末北京时间2.20分 上海股市下跌0.74% 深圳股市下跌0.29% 就是跌跌跌 目前这个情势十分的不乐观 十分不乐观 今天我们就把美日这两个反动派 又在日本开会 想跟我们中国对着干这个事儿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2加2 美日的2加2 同时 俄欧战争最新的进展 给日本 给韩国这些国家 他们可能会有哪些启发 那更重要的是 美国和日本这次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的成绩 让日本逐渐走出和平主义的国防政策 这一切都是针对中国 更何况现在中国的形势 那是非常的危急 内需不振 经济低迷 外面是强敌环似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现在情况就是这么危急 那欢迎大家给今天的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 尤其是上海的观众 您就谈谈上海的南京路 上海的这个步行街 真的萧条了吗 我不相信 说实话 我有点不相信 因为一提到上海南京路 那就是人山人海 就是摩坚结种 那是不是这个情况 请大家给我们留言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